过去两年受极端气候影响 梅花产量低 而今年积累的寒流 让梅花花矿很好 梅农河介纯表示 只要接下来天气没有异常 今年梅子产量会比较乐观 而县府农业处也强调 会持续关注梅子的产量 并协助梅河厂商 雪白的梅花布满整片山头 看在梅农的眼里更是开心 因为梅子过去两年的产量大减 今年开花的情形不错 产量也渴望回升 有时候会掉个一两层三层这样 对于梅子的产量问题 农业处也十分的关注 表示将会积极来协助梅河厂商 那个110年现在已经算是 我们梅花开始在盛开的时候 那这几天其实已经到达了 我们大概有六七成的花 都已经开始在开花了 那依照我们这几年的统计数字来讲 那因为今年109年的11月 因为气候稍微的比较温暖 那所以在梅花的本来应该要准备要开花的准备期 那因为气候太温暖 所以今年开花的数量有较往年稍微少了一点点 那尤其因为气候过于温暖 反而我们有一些梅树它主动已经开始在长叶子了 那也代表它就不会开太多的花 那不过照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整个的预计的产量产值等等的 这个梅子的产量产值 会在二月底的时候 那会来做一番 做最后的调查 大概种植的面积 大概还有516公顷左右 那我们也预计啦 有可以结果的公顷数 大概会是落在500公顷左右 以目前为止我们有气座的产量 的梅子的面积大概有将近快200公顷 那我们也期待啦 今年的梅子的产量可以相较于往年来讲 那因为前一两年的产量并不是那么的好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 产量可以恢复以往的程度 让我们的梅农的收入可以有一个稳定的增加 今年梅子的产量 接下来二月份的天气将会是关键 梅农也希望能够风调雨顺 让梅子都能顺利收成 记得潘俊尔台东次后报道